第九十一集 珍珠,你看见了吗? 纪深雨说完就走 利利缩缩地关掉一路的灯 摸黑回到小院 怒气发泄完 感觉身心俱疲 她忽然笑起来 跟丁汉白私混久了 耶人也学会几分 极致北屋廊下 她推门之际 听见什么动静 一回头 在漆黑的夜空中 看见展开的巨大烟花 红的 蓝的 黄的 迎着光 一朵接着一朵 春节已经过完 谁这时候突然放花 叉儿街尽头 丁汉白叼着烟立在角落 靠近外墙的地上 搁着几盒点燃的烟花 五彩缤纷 带着想 应该能引起一些注意 季深雨立在屋门前 痴痴地看 等到最后一朵烟灭 仿佛一切斑斓绚丽 不曾发生 还未失落 又有一点亮光 隐隐地 飘忽着 丁汉白在河边 摘了新发的柳条 弯折 胡两层白轩 加一只小蝶 点上 此刻 晃晃悠悠的孔明灯 一点点深入天空 珍珠 你看见了吗 丁汉白在心里说 季深雨看得清清楚楚 那扶摇直上的孔明灯 那么亮 亮过满天繁星 他冲到院中央 仰着脸 胸中情绪 堵得满满当当 玫瑰到了花期 灯上自己分明 我也很想你 丁汉白在墙外立了很久 孔明灯都飘到天边去了 他仍立着 扑得 从里面砸出来一颗鹅卵石 是垒在花谱边缘的鹅卵石 这是季深雨给他的信号 季深雨看见了 他一步步后退 恋恋不舍地离开 经过丁家大门时望一眼 不知那二位家长近况如何 回到重水 他简单收拾几件衣服 要去一趟上海 一早寄了净买人申请 连夜走 到达后马不停蹄地参加拍卖会 张思年正在订床板 哼着歌 回想起年少时第一次去上海的光景 回来后没干别的 看谁不顺眼 就骂人家小词了 丁汉白速战速决 换一件封衣 临走搁下两搭钞票 别定了 买个新床 余下的钱你收着 另一搭如果有机会 就给我试地 你晚上干嘛去了 啊 哦 合着没见着 丁汉白要是真想见 翻墙进去并不难 可他没那么好的自制力 一旦见到就走不了了 再忍忍吧 等他回来 化成缕青烟 也要飘到济盛雨面前 他拎包离开 趁着夜色 凌晨出发的火车 旅客们一上车就睡 丁汉白走到车厢交接处抽烟 回想去赤丰途中的那场夕阳 那一刻真好啊 他从后还着季慎雨 静谧从容下 藏着砰砰心跳 不像此时 只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何止就他看着影子 季慎雨浮在窗台上 望着外面的天空 期盼飘远的孔明灯 去而复返 叫他再看一眼 夜是黑的 屋里明着 他也只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天气一日日变暖 丁岩兽弃病的身体 却不见好 丁二和透露的信息 如一击重锤 把这原则坚固的父亲 打击个透 这样一来 他在家养病 让丁厚康全权管着三间玉消极 饭桌上 丁二和顺水推舟 大伯 伊甸最要紧 你不在的话没人坐镇 要不叫我爸先顶上吧 说完 他去加最后一根油条 不料被对面一筷子抢走 纪圈宇将油条一翻两股 一股给江婷恩 一股给丁可玉 说 师父 师父 三哥看着我 我们都在三殿 平安座首饰也在 如果二叔去一殿 二哥在二殿 那两个殿都有些紧张 出活没问题就行 我心里有数 纪圣宇就是重提 之前二殿拜托师父 做了一批玉乐子和玉套坠 说明二哥和二叔 两个人都忙不过来 各殿一个人出活 怎么会没问题 他给丁延寿提了醒 继续说 师父 我和三哥去一殿吧 你手上的活 我本来就做了七七八八 总要有头有尾 二叔和二哥还在二殿 首饰出活快 平安自己在三殿就行 纪圣宇在桌下 提提江婷恩 江婷恩立刻派兄保证 丁可玉也表示没有意见 丁延寿手啃 吃完便回屋躺着 丁二和没不到上诉的机会 一同出门 大富翩翩的丁后康走在前面 四个师兄弟在后面跟 街口分道扬镳 继续与转身对上丁二和 擦肩时对方说 你在家呀是个外人 在店里是个不吃骨的打工仔 别记错了 那声音很低 平淡中遇着火气 纪圣宇低回 正因为我不吃骨 所以我说什么做什么 谁都无法给我挨个 野心勃勃的罪名 人有了目的 也就有了弱点 有了弱点 就会束手束脚 纪圣宇光明正大 在家希望丁延寿 早日原谅丁汉白 父子之间融兵 在宇小继 他一切为店里考虑 谁耍花花肠子 他对付谁 纪圣宇与丁可玉去一殿 迎春大道不辜负这名字 路两旁的迎春花 开得极热烈 行人拧着脖子摊看 他却心如止水似的 开门就进了殿内 他与人前礼貌而周到 出活 待客 打理店内的方方面面 等到稍有咸鱼背过身 他就沉默寡言地 像块木头 点滴空隙里 他想丁汉白 丁汉白今晚 还会出现在墙外吗 就这一个问题 他能琢磨十万八千次 金珠 歇会儿吧 丁可玉进来 碗袖子扎围裙 这些天光顾着监视你 我都没摸过机器 你起来 我干会儿 纪圣宇有眼力见地 备好茶水 还擦钻刀 然后壮丝无意地说 街上那花开得真好 小姑娘们看见都走不动 女孩子嘛 难免的 三哥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漂亮吗 你又不喜欢女的 你管人也漂亮不漂亮呢 好一阵子没见面了 估计生我气呢 日日跟着监视 不仅顾不上摸机器 也顾不上见女朋友 鸡身语试探完心生一计 什么都没说 去门厅看展柜了 五月 没几天就是丁汉白的生日 她一定要和对方见面 伙计晃来 瞧她自顾自笑的美滋滋 也跟着笑 她脸一红 虚张声势 端大师傅的架子 上午出的那件 祭荡没有 五月了 上个月来去的料子 礼金没有 不是你一早 亲自弄的吗 季晨宇忙晕了 一味地做 做完赶紧从脑中倾出去 不借 捅共那么大地方 得给丁汉白腾开 她又开始笑 就用着笑模样接待顾客 卖东西都更加顺利 可惜没高兴到天黑 打烊回去 就被姜田拽到姜采薇屋里 那架势 是自己人说悄悄话 今天老二来三殿里 问账 我不管账 但知道盈利一直在涨 就告诉他了 他有事 不知道啊 他就说咱们办得不错 还说二殿根本比不了 就没替别的 无缘无故 必定还有后招 纪深宇没说什么 并让姜田也别在意 抬头撞上姜采薇 她有点尴尬的抿了抿唇 姜采薇是长辈 应该也为她和丁汉白的事 很伤心 她觉得抱歉 不料姜采薇说 亭恩 汉白不在家 慎宇有什么要你帮的 你尽力帮 大哥和师弟没区别是吧 纪深宇猛地站起来 当着人家亲小姑的面 又不能动手 可转念一想 对方这种玩笑都能开 是不是 是不是没那么反对 她和丁汉白在一起 屋内顿时鸡飞狗跳 姜田被姜采薇追着打 香水都砸坏一瓶 姜采薇跟着躲 俩人一口气跑回小院 停在拱门内 对着脸哼吃喘气 难凶难定 姜采薇试他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开玩笑的 姜田恩心虚 眼神飘忽 招架不住 算 我自私 我乐意你跟着大哥 也不反对你们做的事 真的 你真是大公无私 那就没人给我抢小明姐了 无论什么原因都行 反正姜采宇有了第一个支持者 他恨不得立刻为姜田恩和伤敏乳 叼一座游龙戏凤 俩人闹了半天 最后姜田恩问 要不要把丁耳和问丈母的事 告诉丁延寿 姜采宇答不用 目前只是问问而已 一脸防范 显得他们小气 他还叫姜田恩 从三殿拿一条项链回来 花朵形状的 记他的账 第二天清晨 季慎宇都在花浦旁浇水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袭来 丁耳和带着几个伙计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第九十二集 小别圣新婚 第二天清晨 季慎宇蹲在花浦旁边浇水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袭来 丁耳和带着几个伙计到了 大清早的 这阵仗总不能是打扫卫生 不待他问 丁耳和先管他要南乌的钥匙 他自然不肯给 可丁耳和提前叫来伙计帮忙 就是得到了丁延寿的首肯 要搬机器房的料 搬哪儿 那些料都是师哥买的 不是公家的料 季慎宇不愿意上交 丁耳和客气地说 的确是汉白自己的料 可他没带走 我问大伯他是否还回来 大伯不让他回 那这些料总不能搁一辈子吧 留一点 其他全部搬到预销季分一分 既慎宇僵着不动 却也想不到拖延的办法 对方名正言顺 还有鸡毛链 他违抗不得 交了钥匙 他无助地立在院里 看伙计翻箱倒柜 那些都是丁汉白喜欢的 宝贝的东西 走时潇洒 什么都没拿 这么快就被人要了去 丁耳和走来 笑得挺好看 汉白是个有种的 家也不要撇出去自立门户 似乎一点都不眷恋 其实 我觉得你更应该走 跟人家亲儿子掺和一起 还日日赖在这里吃饭睡觉 拖死躁的话 继身雨转身娇慌 没吭声 这点羞辱他受得住 对方却没完 又道 亲儿子走了 非亲非故地留下了 说出去 简直划天下之大吉 你倒是心安理得 是 就你这样 还是你们扬州人都这特性 你爸当初也有意思 脱姑 脱了个天煞孤星 专破坏人家美满家庭 不过也对 毛病 应该是娘胎里带出来 寄肾与牛脸 怎么 激我 他把铝皮糊一料 我坏了丁家的门风 召见了你们丁家的人是吗 我怎么能安生待在这儿 我应该一头挑进货车盒了断是吗 可是凭什么 我没有犯法 时至今日 我依然是玉小姐的大师傅 你是吗 公安局没有给我立案 街道派出所铭警没有找我谈话 就连居委会大妈都没有对我指指点点 你凭什么 你丁耳盒算哪根葱 他迫近一步 我是私生子 比不得你 你娘胎清白根正苗红 有个了不得的伯父 还有略训一筹的爹 那真是奇怪 你的手艺怎么还比不过我这个私生子 是你天资余多 还是我聪慧过人 听说你学机械的 考过几次第一 拿过几张奖状 估计就是个中不溜吧 不如我给你纸汤明路 叼不出明堂趁早改行 修表开锁签拉链 认清你这条平庸的蜜 手艺低人一等 对象也占不了上风 废物 丁耳盒面红耳赤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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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的续道 半天没再憋出半字 但伙计搬完 恶心 他丢下去恶心便走了 继续与喉咙胀胖痛 脚步虚幅 走上北屋台阶徐徐跌倒 傻傻地瞧着这院子 富贵竹绿了又黄 玫瑰卸了又开 他遭遇这人生的颠覆 熬过 盼着有一条光明大道 后悔吗 他每天自省 他的心早被丁汉白填满毒死 改不了了 回不了头了 像个剖皮无赖 与人对骂也好 偶心维护家里点滴利益也罢 他一点都不后悔 换过气 他关好门窗去御消息 不料门厅有个戴墨镜的老头 正是张思年 隔着一柜台 声音都挺低 继续与安纳着急切 问 张师傅 我师哥他怎么样啊 能吃能睡 床板都能滚塌 张思年一低头 在众伙计和丁可月的眼皮子底下 这香筒给我瞧瞧 竹雕 纪圣宇拿出来介绍 固缺款 雕的是摇池献瘦 张思年攥着一串钥匙 将钥匙搁柜台上 接住香筒 看了会儿 觉得包疆配不上雕工 老头陆续看了三四件 挑剔 总有不满意的地方 纪圣宇便一直耐心地介绍陪笑 张思年活脱脱一个难伺候的顾客 费尽巴拉最后什么都没买 走了 出去片刻 他在门外喊一声 小师傅 你钥匙辣了 纪圣宇抓起钥匙出来送 立门口 一跤一跤的瞬间 手里多个信封 张思年低声说 丁汉白给你的零花钱 他去上海了 五号回来 五号 那不就是丁汉白的生日 纪圣宇收好 回道 谢谢您跑一趟 我会想办法见他一面 张思年想说 图什么呢 何苦啊 算了吧 丁汉白 丁汉白在上海奔波几天 参加拍卖会 跑几处古玩市场 还建了留学时的铜窗 黄埔江边 他独自吹风 临走前 苗洛夫素写 家里怎么样了 没他见天找事 应该太拼许多 爸妈怎么样了 想他吗 想他的时候 是愤怒多些 还是不舍多些 宇萧记怎么样了 他之前叼的价 卖完了吗 以后会不会销量下滑 最后 他想一想 纪圣宇怎么样了 他只能将纪圣宇 放在最后下 因为开闸挡不住 第一个就想的话 那其他且等着去吧 江水滚滚 丁汉白揣着沸腾的思念 踏上归途 挨着箱子睡一觉 争取醒来时 火车恰好进站 到时就是五月初五 他的生日 当年产房六个产妇 他是第四个出生的 哭声最响 个头最大 每年生日 江树柳都续到一遍 今年 够呛了吧 火车鸣笛 撞破故乡的夜 他搭一辆等活的三轮车 脱口而出赤王府 说完 扎扎回味 任倒霉班 改成虫水 到那破胡同 敲开破门 进入破屋 喝 破床已经定好了 丁汉白 沾枕头就睡 把一只小盒 塞枕头底下 这一天的气氛 注定不寻常 池子里的鱼白尾都收敛些 早饭真仓 一盆豆浆完事 人人灌个水宝 大家不敢怒 更不敢言 把某人的生日 过得比清明还郁闷 纪圣宇拉丁可玉去小院 亮出那条花形项链 玉石浅浅 是卖得最好的一款 三哥 这阵子看着我很烦吧 和你女朋友 连见面都没有时间 这个宋三嫂怎么样 如果尺寸不合适 我再改 一定要试试 丁可玉早就相思病了 但他走开的话 谁来看着纪圣宇 将天恩掐好点窜出来 一脸不悦的 要抢的项链 说是顾客定好的 纪圣宇阻拦 我已经送给三哥了 重做一条吧 那你今天就做 我看着你 不交工连饭也别吃 丁可玉这下放心了 装好项链 安心去约会 戏演完 将天恩从监工的 变成放风的 帮纪圣宇 打着掩护溜出大门 纪圣宇一招得解放 撒花 脚跑着奔向重水旧区 此时丁汉白刚醒 洗个澡 在院里铺排出水的宝贝 衬光 敞亮 一时间甚至不舍地 寻找买主 欣赏完 他换衣服出门 临走拿上枕头下的小盒 他要去见纪圣宇 穿墙也要见 遁地也要见 踹开那破门 一步跨进这摇摇的胡同里 抬眼 祖宗老天爷呀 胡同口闪来一身影 轮廓熟悉 但瘦了许多 丁汉白正在原地 早没了小洒样 眼都不眨地盯着前方 纪圣宇跑出热汉 抬头一愣 停下步子 丁汉白急了 停下来干嘛 你过来啊 过来 纪圣宇真想哭啊 可他笑得傻兮兮 抬腿狂奔到丁汉白面前 丁汉白竟然哭了 好久不见 丁汉白哑着嗓子 我都从二十 等到二十一了 我也从虚岁时期 变成虚岁十八了 丁汉白追悔莫及 错过的这回生日 他将来一定要弥补 带着鸡身语回去 又将破门踹上 张思年一惊 丁汉白得意了 烧包了 二百五了 张思年想说句什么 但他这老脸 什么都说不出 穿上外套躲出去 公园或者马路 他哪怕要饭 也得待在外面 这什么狗屁徒弟 还有这小蛮子 他早看透了 就是遛着培养的小狐狸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第九十三集 你全都记得 李坚一屋子鼓完 季慎宇看哪个都稀罕 上好利索了吗 他咕弄着问 丁汉白借他的手脱衣 让他好好检查 肌肉光滑 没留下巴 季慎宇终于放心 鼓完遍地 一抬头 瞧见墙上大片的正子 见不着你 我都记着 外面一天 你这样一年吗 叫你说对了 我度日如年 季慎宇跳上床 想看仔细 忽然一声惊天俱响 那一片正子 都模糊在视野之中 那定好不久的床 竟又塌了 床塌的那一刻 重力下沉 两人一起 砸在地上 这突如其来的刺激和疼痛 季慎宇 几乎小死过去 他合着双眼 眼里的水 止不住似的 没完没了地流 丁汉白好半天 才给季慎宇擦干净 哄人又花去一时三刻 季慎宇不哭了 金贵起来 懒洋洋地说 吴云 拿那个竹雕香筒 给我瞧瞧 丁汉白一愣 行吧 叫他小丁小白 也得阴晴着答应 香筒奉上 价值好几万的 顾绝款竹雕香筒 是真品 难怪张思年 嫌欲消息的 那个不够好 想谁来谁 老头躲出去大半天 饿肚子等到 这会儿功夫 回来了 张思年进屋 李建门没关 便进去一瞧 哎 反天了 这 我刚定的床 你们 季慎宇没脸见人 奈何张思年互端 冲到床边接着骂 你 哎 哎 六指儿他徒弟 丁汉白立起来 你徒弟我干呢 你吼人家做什么呀 小心梁师傅夜里 给你托梦 张思年差点扔了手里的菜 亏他还惦记这俩混账 他真是大意了 出门时哪能知道他的床板遭殃 丁汉白饶是脸皮后 也有些不好意思 身手歇下 菜还热乎 而且还有一袋生面条 今天是他生日 这是要让他吃长寿面 哎 师傅 伟大的师傅 他又来这套 我煮面去 您开瓶酒 茅台还剩多半瓶 张思年拂袖而去 丁汉白牛脸将继续扒拉出来 撩开额发 看得通红的脸面 讨教道 小鸡师傅 这面条怎么煮啊 这向来只会吃县城的大少爷 第一次下厨房 守着锅 等水沸腾扑三次 掐几个菜心丢进去 一丢一探 他活了二十一年 首次经历这么寒酸的生日 张思年问 又不是小孩 还年年过 何止年年过 丁汉白说 追凤楼包桌 有收包一层 行里人脉多 我爸谁都不服 禀君子之交 只在我生日的时候 给人家敬酒陪笑 让行里的长辈 多担待担待我 你 你亏不亏心 没硬 丁汉白搅动面条 说不出话 何止亏心 遭天打雷劈都不为过 但他没别的招 为屋里那位 为他抛不下的前程 这不可调和的矛盾 必有一伤 他于心有愧 但他却不后悔 自己选的路 错就担着 对 就一往无前地向前走 千万别停下来琢磨 那样活像个窝囊废 三人吃了顿长寿面 配二两小酒 过完这生日 摔那一下 近身雨半残似的 坐不直立不住 两股战战抖得厉害 丁汉白这罪魁祸首 极尽体贴 把好话说尽 张思年瞧不下去 将这俩伤疤俗的东西 轰进里间 眼不见心不烦 坐上的破床 枕边滚着一只小盒 寄生雨打开 里面是一枚珊瑚胸针 丁汉白伴在他身旁 说 在上海竟拍几件古董 遇到这个 想也没想就拍了 红珊瑚 雕的是玫瑰 枝朵花样极其复杂 向那印章 丁汉白因此结识 这件拍品的委托人 他转述 虽然花多 但其实是难款 因为这是结婚待的 女方穿裙戴纱 所以男方用这个点缀 寄生雨捧于手心 你过生日 我却收礼物 丁汉白笑一声 这有什么所谓 他靠近揽住对方 询问许多 这段日子过得如何 自身 家里 店里 事无巨细 像个唠叨琐碎的妈 寄生雨先告知 丁岩寿生病 最后才说 二哥搬了南屋的料子 说要各店分一份 还想让二叔去看一店 丁汉白沉吟片刻 让他搬 咱们院的东西他随便搬 店里也是 他想干嘛都别管 看看他要折腾什么 说完一顿 揪揪细身雨的耳朵 那些料分得公平就算了 不公平的话 你心里要有数 他开始报名目 每一种料子 大小数量品级 纵横交错几十种 连琉璃珠子都没漏 他知道 寄生雨博文抢记 听什么都过耳不忘 报完问 记住了 寄生雨点头 惊讶道 你全都记得 那些料是丁汉白的宝贝 他买了多少 用了多少 一项记得分明 屋子可以乱 院子可以乱 唯独来去的账母不能乱 可惜丁岩寿不懂 这半辈子 一心都铺在钻研记忆上 匠人做不了生意 所以才那么吃力 午后情得厉害 最适合老人儿孙绕夕 或者有情人 浅犬消磨 可惜鸡慎宇 不能带太脚 他费劲站起 拧着身体走了两步 齐齐僵硬 丁汉白小心扶着 不行 那搂着 还不行 干脆背着 张思年恨着适风日下 哎 用班车 退回去得了 丁汉白不理 蹲下叫鸡慎宇扶肩上 背起来 趁着太阳正好出了门 他蹬着霜上海回力 一步步出了胡同到街上 找树荫 就那么从虫水 朝池王府走去 继身与低头 不能让行人瞧见他的脸 久而久之 气息扶得丁汉白一层汉 直躲他 我坐车回去吧 你别走了 他给对方擦擦 将近十里地 你想累死吗 区区十里地 我倒希望有二十里 五十里 路越长走得越久 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 也会更多 此时就是这近况 分秒都要珍惜 丁汉白身高腿长 还背着一人 在街上回头率颇高 他倒也不怕乔似的 还冲人家笑一笑 把话写在信封里 你不怕我没发现 没发现省得惦记我 发现了就知道我惦记你 继身与只吃了半碗汤面 嘴上却像抹了蜜 师哥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 这次我能偷跑来见你 下一次呢 这次是怎么偷跑来的 丁汉白听完继身与的解释 他颠颠对方屁股 你回家后 要让老三知道 你偷偷见我了 那老二爷就知道了 我刚走一个月 他就来劲儿 绝对巴不得你也快走 到时候 丁尔和一定指使丁可遇 看管松懈点 他们见面就容易了 继身与沉默片刻 他怕丁岩寿知道生气 而且丁岩寿不同意的话 他们要永远像这样见面吗 不会很久的 我爸当初只是缓兵之计 纪身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天底下没有一个人 连行动都要管着另一个人的道理 丁岩寿明白 只是在拖延 并试图在拖延中等待转机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第九十四集 慈母多败儿 他们两个一句一句说着话 拐个弯到叉儿街街口 柳树心崖 墙角黄花 风景正漂亮 继身与从丁汉白的背上跳下 被背了一路 这一段 着实不敢再懒了 为了保险 他们应该此刻分别 可丁汉白没停 继身与也没阻止 一直一直走到丁家大门外 那俩小狮子面目依旧 屋檐的红灯楼摘了 只吊着两只灯泡 隐蔽隔绝了里面的光景 却也给外面的人打了掩护 好坏参半 回去别干活了 说一会儿 丁汉白低声 嘱咐完盯着季慎宇不宜开眼睛 他该说一句 进去吧 可是民谨伯纯 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 姬申宇靠近 仰着脸叫他一声 师哥 他硬着心肠退开半步 扬扬下巴 回吧 姬申宇难过了 还没祝你生日快乐 丁汉白彻底破功 上前拉住对方 直挪腾到院墙拐角处 珍珠 等果安城落成后 我抱下追风楼清楚 我穿您送那西装 你带我送的胸针 姬申宇正正地 煞时明白了含义 他答应下来 这些日子的疲惫也好 受得冷也羞辱也罢 一切都没关系了 他的生活有了盼头 能精神地忙东忙西 松开 并行返回到门外 他小声道去 再见 姬申宇进门 前院没人 他贴边留回小院 回卧室后才松了一口气 而丁汉白仍立在台阶下 定着 愣着 目光发直地望着里面 许久许久 他转身要离开了 这时院内一阵脚步上 隐隐约约的是两个人 这君子兰都晒蔫了 也没人帮我挪挪 丁炎兽卷袖子 把君子兰搬到 隐蔽后的阴影里 将树柳拎着屡皮糊 说 你不要闷在屋里生气了 出来浇浇花 陪陪土 病才好得快 丁汉白浑身僵直 听着不算清晰的对话 红了眼眶 他爸还在生气 日日闷在屋里 他妈一定也很伤心 讲话都不似从前精神 丁炎兽从花盆里 挖出一片糖纸 骂道 这混账滚都滚不干净 还在我的君子兰里 扔垃圾 却捏着 不丢掉不松开 端详上面的八宝糖三个字 他快五十岁了 此刻觉得分外委屈 只好冲着老婆撒心 都是你 他从小吃糖 你就不管 慈母多败二 江树柳驱夺那片糖纸 拽来拽去 与丁炎兽博弈 他爱吃 店里每月一节钱 你马上就去买两包 我怎么管 慈母不敢当 你这严妇可够窝囊的 夫妻俩立在日头下扯皮 翻些沉芝麻烂骨子的旧事 丁炎兽病着 气息一乱便落了下风 江树柳为他顺气 换张脸 温柔地问他喝不喝汤 丁炎兽恨道 喝汤 每年的今天不是摆最大的排场 现在 就喝个汤 年年白有什么用 养大个不听话的白眼狼 和师弟做出那种事 拼着重心去倒腾谷丸 两剑齐发 混账到极点 江树柳擦擦擦泪 轻声门 你说白眼狼在干什么呢 丁炎兽仰面看天 你管他呢 那是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哪能说忘就忘 江树柳搬丁炎兽的下巴 让他看着他 再与他共情出相似的情绪 你猜 他吃肠肉面了吗 我都被气得要早死了 你还惦记他吃没吃肠肉面 你不惦记 是谁翻了相册忘记收了 哭哭笑笑 吵吵闹闹 丁炎白没有走 也没有进 隔着一面隐蔽 看不到丁炎兽和江树柳 对方也看不到他 那隐约的声音听不真心 断断续续气息不足 在这生机盎然的春天里 显得格格不入 他不能再立下去了 爸 妈 他在心里喊了声爸妈 丁炎白走了 院子里 江树柳扶着丁炎兽绕过影壁 缓缓地瞧一眼门外的小街 什么人都没有 他们停在水池边 夫妻俩喂鱼 争吵抬杠都柔和起来 风茶天衣 日日去与小季打卡上班 富足安稳 娶妻生子 其实 我早知道自己儿子做不来这些 红木安能做马曹 性格决定命人 看看你生的儿子 他不做孝子 他要做英雄 此时两鱼相撞 见起水花 他们跟着一顿 随后对视恍然 难怪了 英雄最难过情观 戴茂所在的那一区出了规划新册 别说街巷 连鸡脚杆拉都要改动 各大厂子的宿舍 旧民房 破烂门脸的小商店 还有那一条隐蔽充当门面的股外市场 哪个都别想逃 人们三五年前就知道 这城市发展速度嗖嗖的 世贸百货 国际大厦 按照中心点延伸扩散 一切终将焕然一新 市民喜闻乐见 并期待着 可那股玩市场里的你你我我不乐意啊 以后去哪儿 政策说了 这儿改成市公安局的新大院 谁还敢在这附近买卖转吆喝 前脚卖一件赝品 别后脚就进了橘子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丁汉白来了 一绕过隐蔽 就绝出难得的冷清 逛逛 卖青花瓷的亨戈 卖唐三彩的抽烟 攀比着谁更消沉 他立在一摊位前 卖家说 看中就趁早下手啊 没准明天就找不见了 你往哪儿搬啊 文化界 金家 本来这儿也没多稳定 就瞎跑着摆呗 要是统一搬进大楼租个铺子 用不着风吹日晒 也没人抢占摊位 您觉得怎么样 卖家一愣 心奇 稀罕 又不是白领和售货员 还能在大楼里做买卖 没听说过这说法 没见过那容身的大楼 这问题他答不上来 丁汉白笑笑 继续过 什么都没收 中午去文物局一趟 约了张银吃饭 面对面 他真茶夹菜 但不产妹 把对方当朋友似的 张银听张四年说了 这司要干大事也 他能帮上忙 你还挺能屈能伸 当初不是狂成那样吗 他讥讽一句 先得个口舌之快 我没想过找你 哪怕需要局里的人帮忙 我找局长不是更快吗 局长和丁延寿有旧交 也很欣赏他 更是御萧记的熟客 但师父为我求你了 别说能屈能伸 就是抬脸让你打 我也不能辜负他老人家 而且老头不光是为我 他还为你 张银煞事抬萌 心里凄发着解释 面上表露出不信 你喜欢古安 对吧 空有一腔喜欢 眼力却不到家 对吧 丁汉白固态赴萌 心力起来 机关办事 又慢又繁荣 我找你只是想加加速 并不是违规做些什么 你帮了 没有损失 以后这圈里 但凡我认识的 谁还蒙你 你看上什么 我随时帮你把关 直击弱点 张银动心 丁汉白又说 你知道 老头为什么不帮你吗 他帮你一时 等以后他没了 你爹跟头怎么办 他这是把你拜托给我 互相帮衬 都挣个好前程 一手礼句分明的心情牌 丁汉白知道张银一定受不住 这家伙心量小 虚弱 可本质不坏 当时那晚 亮呛地在胡同里走 是真的伤了心 有心才能伤心 张姓父子俩 压根没到互不相干的那一步 游睡完 办妥了 丁汉白接着晃悠 要看看那即将收尾的大楼 旧的要去新的御来 更迭时最容易造就好汉 除了好汉 当然还有小人 三间预销记的代表凑在二点 等着丁二和全权分配价值几十万的料子 继续雨面都没露 安稳地待在一店出活 等伙计搬箱回来 他轻飘飘瞥了眼清单 伙计牢骚道 就这么点啊 还值得分一分 有宗比没有枪 这都是好料子 他心里有数 亲自祭荡入库后接着忙 没对这次分配发表任何不满 晚上围桌吃饭 姜田耐不住了 把三店分道的清单往桌上一拍 要向丁岩寿告状 丁二和不紧不慢地解释 挂着笑 做首饰用料相对较少 何况那些料没一次分完 丁岩寿问 沈宇 一店的够不够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第九十五集 大哥 你贵姓 沈宇 一店的够不够 料子永远不嫌多 没什么够不够的 我服从二哥分配 这答案磨棱两可 但足够稀释宁人 饭后 他在书房勾陷 大件 丁岩寿守在旁边监工 点滴里 一切矛盾仿佛暂时割响 他还是那个听话的徒弟 丁岩寿 还是那个恩威病重的师父 高大的观音响 清田时 寄身于手稳心砖 画出的线条极致流畅 画到衣裳上的莲花团纹时 他耳鼻心口相连 竟喃喃一句 难无恶弥陀佛 丁岩寿一愣 得意之情满意 出活的最高境界 就是全身心的沉浸其中 连嘟囔的话 都与手下的物件有关 可就那一瞬 他又失落到极点 这样的好徒弟 这样的好儿子 为什么偏偏忤逆 他长长地叹息 转身夺步到窗边 寄身于问 师父 我画得不好吗 画得很好 瞧不见天边月 瞧不见夜里星 他心里头萌意 阵阵发黑 半生 这个一家之主 近乎祈求地说道 沈宇 咱改了那毛病行吗 笔尖一颤 季沈宇输得鼻酸 师父 我没有毛病 他何其委屈 替丁汉白一变委屈 我愿意一辈子对他好 成为对他助力最大的人 我们没有做监犯科 没有触犯法律 一说九度 他耿住道歉 师父 对不起 丁岩寿久久没说话 而后问 他 在倒腾古丸 我不知道 丁岩寿 牛脸瞪他 你都是对他助力最大的人了 会不知道 那混账 从小就爱往古丸市场钻 还成天往家里扒拉东西 他只当败家死遭钱 谁承想 还要为此改行 真真假假 难免有走眼的时候 他不怕钱财不保 实在是那亲儿子心比天高 他怕对方受不了打击 何况 玉霄记怎么办 也对 都脱离父子关系了 还管什么玉霄记 这难以调和的矛盾 像个线团 乱着 缠着 恨不得一把火烧了 这时既甚语问 师父 发丝这么细行吗 丁岩寿过去一瞧 没问题 弯枚线条还要细一半 一问一答 暂妄烦恼 只顾着眼下了 继身与勾完线离开 隔壁的江树柳听着动静 一天二十四小时 他能纠结个二十三 丁汉白最近怎么样 分开一阵想明白了没有 他生了些白头发 绸成了单位最苗条的女同志 女人细腻 做母亲的女人更是 江树柳隐隐明白 这样碾一个留一个 根本不是法子 丁汉白打娘胎里出来 就不会服软 继身与温和 却也倔强坚韧 恐怕到头来 没被他们分开 反弃他们而去了 他又想起 某次丁汉白挨了打 继身与大费周章的熬鱼汤 当时他惊讶 此刻回想 什么都了然了 原来这男孩子之间用了情 也是那么一切体贴 继身与不知其他 回小院后 被一身耐脏的医裤 早早睡了 如丁汉白所说 丁二和叫丁可玉 松懈看管 给继身与放行 丁可玉乐意 一是监视辛苦 二是经过相处 他觉得继身与人还不赖 第二天中午 六中门口停了辆面包车 继身与放学就钻进去 一路想着糖豆唱着歌 直奔了同村 此遥已经大变样 一批批货排得紧凑 那火堂时时刻刻都不消停 还是那间狭小的办公室 四个人边吃饭边开会 防怀轻弱 丁老板都自立门户了 你什么时候出来 跟人家双双把家还 纪身与哪知道 打不上来 丁汉白接下这茬 快乐 他看着新鲜的交货单 数字密密麻麻 型号规格数量 最后是总价 数学不好的 能呕吐出来 一抬头 发觉纪身与看着他 问 真的快乐 真的快乐 就为这么一句 纪身与开心开胃 吃包子都咧着嘴 被防怀轻骂没出息 午休短暂 他与丁汉白窝在这一小间 面前搁着丁汉白的笔记本 字迹飞舞 他努力辨认 意识到面临的大工程 看好的大楼不等收尾 要立刻申请 谷完成张罗起来 要办许多文件 各方面都要疏通关系 再然后是宣传 让圈子里的人 认那新地方 首先需要的 就是大量资金 太多有想法 有雄心的人 放弃在这上面了 丁汉白的钱 主要来自雌瑶和谷玩 前者需要时间 后者需要契机 而现在时间很紧张 继身与今天来 有两个任务 一是修复一批残品 二是烧制一批 顶级精品 当初梁鹤诚说过 原来的徒弟 只学了不到七分 学完纸图才不精进 所以方怀卿 如今只能靠边站 幼水配方早写好的 丁汉白也磨好了 各色涂样 休息够了 继身与待在窑里 只会寄弓和火箭 等弄完出来 已经灰头涂裂 他摘下口罩 对上同样脏兮兮的 丁汉白 凑近闻闻 呛鼻子 丁汉白累瘦好几斤 捉他的手揉指腹 掏出一块干净的帕子 给他擦拭 继身与问 还差多少 修的那八件 以理想价格全部脱手 这行脱手的难度 和简陋不相上下 何况是以理想的价格 哎呀 开张吃三年 给我来个能吃三年的宝贝吧 丁汉白语气夸张 唱戏似的 文物局那边办好了 相关的部门挨个跑 就怕软件已经到位 硬件却没有跟上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现在归国搞投资的 华侨那么多 要是被抢占了先机 得遗憾成什么呀 纪圣宇才十七 在外学的是雕刻座位 在校学的是语文数学 他想不到什么好主意 只能靠近 也帮丁汉白擦手擦脸 用这些关怀来安慰 丁汉白攥住他的手 攥手心里 说 不好意思啊 他一脸茫然 丁汉白又说 小小年纪跟着我 又费力又费心 让你辛苦了 纪圣宇一时正正 这人第一次这样 低声下气地讲话 浓浓地歉意 并藏着经历苦难 而受伤的自尊 他反握住丁汉白的手 摸那一片后见 此时此刻 他无比想让丁汉白回家 前院客厅 那一方小院 丁汉白这只奔波疲惫的鹰 该归朝暖和片刻 他想起一杯绿茶 搁在石桌上 等到夜深 唤他送丁汉白一盏月亮 师哥 别这样 我晚上和你吃完饭再回家 好不好 回去挨骂挨揍都无所谓 什么都无所谓 无忧无虑时情深意重 焦头烂额时 共动难关 他哪样都要做 直待到傍晚时分 临走又交了一批心思 他们回重水旧区 那片破胡同 这会儿最热了 家家户户飘出饭香 小孩挡着鹿 踢球跳绳 下班呢 能把车铃铛 捏出交响乐 一进胡同口 他俩同时望见 家门口立着个人 昏暗瞧不清楚 走近些 听见着急忙慌的一声 大哥 大哥 江天恩等着心衰 窜到丁汉白面前 交集道 你们怎么才回来 我还以为你们前逃了 丁汉白说 你在大点声 生怕街坊邻居 不知道是吧 江天恩一把拉过鸡肾语 坐惯了狗腿 此时竟有些雷厉风行 今天老二来三店 看了账版动了资金 用三店补二店的亏空 天黑 他气红的脸 却格外明显 我回家找过 姑父 姑父病着 咳嗽声比我说话声还大 老二他还说我不姓丁 没有资格 纪深宇十分震惊 我也不姓丁 江天恩着急上火 恨不能倒地成眠 他的确不姓丁 可玉霄记 是他姑父 兼师父的心血 有序维持了这么多年 怎么能让人钻了空子 他壮起胆子 揪起丁汉白的衣袖 大哥 你贵心 丁汉白叫着忠诚热血的傻子弄得一乐 正看 揽住继续与进门 故意喊得响响亮亮 师父 晚上有什么好猜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下集